泰玛里分住所的所长 日前在路上执行 巡逻任务的时候 发现了一名老翁 衣衫蓝侣缓步行走 询问后才发现 原来这名老翁的金钱已经用光了 无法购买火车票返家 于是警方将他送到火车站 并且自掏腰包的买了车票给老翁 让他可以平安的返家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背着黑色背包的老翁 在泰玛里分住所长陪同下 到火车站购票 这是日前泰玛里分住所长黄志祥 在泰玛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 发现老翁衣衫蓝绿 缓步行走 尚情了解才知道老翁 长期流浪在外 许久未回家 加上身无分文 试图要以步行方式返回北部 所长了解情况心有不忍 于是再送老翁到火车站 并掏腰包买一张到台北的火车票 协助老翁顺利踏上返乡旅途 我与同仁在执行巡逻勤务时 发现一名老翁衣衫男女 并拖着右脚 在泰玛里街上缓步前行 我们虽向前关心 有无需要协助 后经了解 该名甘心老翁涉及新北 长期在外流浪 此次遇回北部与家人联系 却身无分文 只能步行回家 不与同仁看他行动不便 心有不忍 虽用巡逻车载他到泰玛里火车站 并自掏腰包购买车票 让他搭火车回北部 老翁获得协助之后 频频点头向警方表示感谢 而这次远警发挥了 为民服务功能 全力协助民众所遇到的困境 也展现远警亲民爱民温暖的一面 这讲解 Tenma理想报道 接下来 今天有九十正的 今天有九十正的